今天带大家接着来开箱别墅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拉古纳区的西园 而这套房子一共有三层 来 我们来看一看吧 框厂的入户大厅 还有旁边就是一个停车位 那如果你家里备备了车 停自己的家门口 或者是停车位上都是可以的 以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间客房区 而这个客房也是配备的 非常的标准 有双人床 有衣柜 还有就是一个干涉分离的卫生间 而这个卫生间 它也是作为一个客用卫生间来使用的 因为从卧室的门打开以后 其实从这里出来 也就是进入我们的客厅区 来 看看我们的客厅 这个客厅是不是非常的 sangshine 阳光四射 它已经是一个270度 双面的一个通透 而从这里过去就是泳池了 你说住别墅怎么能没有泳池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泳池肯定是要配备的 非常的舒服 平常和朋友在这里搞个烧烤 或者是陪着孩子玩一玩 练练泳机这样子 很棒 约上几个朋友一起来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就在客厅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厨房区 在这里配备了一个餐桌 这个餐桌够全家人一起使用 如果大家都出去了 就家里就一两个人的时候 也可以来我们的开放式厨房区来享用 这边的造具用的就是一个煤气的造具 而下面配有了好箱 整个是镶嵌式的一个设计 双水槽让你洗碗洗菜分开 非常的方便 看完了厨房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的二楼 整个别墅是一共分为三层楼 那么一共是五个房间 五个卫生间 好 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的话呢 是有三间的客房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卧区吧 在每个房间呢 也是配备了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间主卧 进门以后 这个主卧也是非常的漂亮 早上起来 在这里推开窗 拉开窗帘 就可以看到的是 阳光晒进来 你看葡萄岛的蓝天白云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而旁边就是衣帽间 那看完了那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衣帽间 在衣帽间的旁边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 卫生卫浴区了 而这里也配备了一个 非常舒服的浴缸 我如果有一个新家 那我一定会为自己配备一个浴缸 因为真的躺在里面泡一泡 是很舒服的 而这里呢 是淋浴区 淋浴区和它也是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 旁边是马桶 这边在你使用这个洗漱台的时候 和这里的功能是完全可以隔开 也不会互相打扰 而且干湿分离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不会有一个二次的交叉和无人吧 好 我们去看看其他房间 走 从主卧出来以后 我们在二楼有一个小客厅 这边的话呢 就是和孩子 或者说是和朋友来这里小坐一下 那么有时候聊聊天啊 什么的也是不错 外面是一个景观的阳台 看来也可以看得到隔壁的泳池哦 这个二楼的客厅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在这里放置一块投影布 然后晚上在这里和家人一起 看一个好看的便宜 很温馨 旁边这里有两个卧室区 而这边的卧室区的 它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的一个区域 那来到这边 首先是这个小卧室 一样的衣柜还有双人床也是配备好的 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虽然说不大 但是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透光性是非常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到处都黑曲曲的 而这里的普及道的阳光是直接可以进入到你家的 从卧室现在就可以来到卫生间 这边的卫生间就比较的简单了 一个淋浴区 一个马桶 一个洗手台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还可以作为一个二楼的一个公共卫生间的一个使用 而旁边这一间相对来说也会大一点 这里的这个阳台和刚才那一间是一个联通的一个设计 来到这边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边是洗浴区 然后洗手台和马桶区 它也是分开的 三楼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别墅 或者说是普及道的别墅 它其实对于屋顶的设计是没有利用到的 而这套房子的设计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功能性非常强 来到三楼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它是中间有一个中空的设计 那阳光是可以透过来 来到这里 我刚才问了一下朋友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套房在想干嘛 在这里打麻将 刚好可以织两桌 而从这里出去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哇 春风一吹 四季发财 这边呢很多的这个房子 还有在建 而这些房子有一些呢都是已经已瘦的了 嗯也许一个不小心就可以多认识几个国外的邻居 平常聊聊天 交流一下怎么带娃吧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 晚上在普及岛 其实看星空是非常漂亮的 晚上在这里看看星空 吹吹凉风 这才是生活的本质 而从这个功能房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空有一间房 这间房的话你可以作为客房来使用 因为它还配备了三楼的一个单独的卫生间 如果说你在三楼入住或者是来三楼外的时候 就不用跑到二楼或者一楼去使用卫生间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房子三楼的一个功能性的设计 真的它可以多变又可以做客房又可以做娱乐房 还可以享受这个星光露台 就是我们在国内的那种各种楼书上面看到最多的星光露台 对面那一片全部都是乳交零 也就是橡胶零 郁郁葱葱一言望去 这才是生活 西园的这套房子一共是三层楼 使用面积大概是500多平方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一个独栋的别墅 它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入户的停车区 然后后面这边是一个泳池 还有旁边的一个小的花园 这个花园是已经为你栽种了很多的绿植 还有草坪 那你也可以自己开垦种一些果树 或者是种一些其他的农作物也是可以的 而整个房子它都是一个精装的设计 你购买的时候就已经带了所有的精装 家具方面你可以选择他们的家具包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自己去市场上面 选择你喜欢的风格的家具 这种房子很适合一家老小 就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孩子 还有爱人一起来到这边生活的时候住一套 那非常的不错 像这套房子的设计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功能性强小而齐全 我想要的都有了 然后我所能感受到的它的一个温馨也都有了 其实家不在于大 家在于什么呢 让你住着舒服 而这套房子整体的走下来以后 整个感觉就是真正有你回家的感觉 这种房子买了 老婆天天盼着你早点回家 你也愿意早点回家 和孩子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的开箱视频怎么样 是不是很喜欢这套房子 如果您也喜欢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下回再去带你们看其他的房子 好了 我是牛仔酷 我在福吉岛等着你们来 下回我们再去看别的吧 拜拜